好 下一套啦 下一套是B.T.O.O.O.M 什麼啊 中文翻譯就叫做驚爆遊戲 不是Full Metal Panic 也不是啦 那個叫驚爆的 但看上去大家會覺得像未來日記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點點像 這套東西都是啦 說男主角是世界排名第五的十啊 十啊 最後到第五啦 過十之後已經上到第五了 有嗎 沒有啊 總之世界排名已經失敗了 在一個叫B.O.O.T.M的遊戲裡面 有一個世界級玩家 XBOX來的 XBOX720 他是一個世界級的玩家 但是他是一個家女章 因為到了二十幾歲都還是沒有業 就快到沒業時間了 而他的理想就是加入一個 就是加入遊戲公司成為這個社員 測試員 不是 沒有說測試員的 總之是加入遊戲公司 總之他想成為一家遊戲製作公司的成員 所以每次跟媽媽說 其實我有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就不去找工作 就躲在家裡 只顧著打遊戲 打了兩年了 不知道要打很久 不如之後可以打遊戲 類似一隻 其實你說故事沒有說什麼原因 就突然之間故事一轉 就說他就被人 攀在一個荒島上面 南角的荒島上面 然後他身上就有 6個 有些裝備 8個炸彈 然後在這個遊戲裡面 他就要殺死其他的玩家 就殺了7個 他這個逃離這個島的 政片 這個蛋巾先說 由於規則那裏 逃離這個荒島 回到這個現實世界 為什麼你說話說得這麼有圖彈 還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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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 你先看到被告大 參加者究竟有幾個呢 很多 不知道 總之有很多人 但是他只有8個炸彈 這次序和原作漫畫有些少少不同 我沒有看過原作漫畫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可以補回 荒島的生存遊戲 其實跟男主角玩那個 遊戲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那個遊戲 只有兩種配備 只有它的裝備就是炸彈 和聲立兒 聲立就是用來探測其他人的位置 炸彈就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的炸彈 有定時式 撞擊式 噴霧火焰 追蹤 我忘記了 總之有不同類型的炸彈 六種了 主角就一開始 來到這個荒島的時候 就說 他忘記了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島上 然後就去尋找他的記憶 我回答上 尋找自我 差不多 然後被人殺 然後一開始 其實你說那個故事 好像剛才 阿姆所說的 都是比較像《未來日記》 那種 不是你死我亡 或者其實 你說再選一些 我覺得你說像這個 陰河 殺頭殺 選這個 一套 survival game 對 一套 survival game 的形式 開頭就是要用他們 那八個炸彈 去殺死不同的敵人 玩家 那隻彈家 其實規則是說 他要收集 加上他自己在內 七粒的晶片 即是他手上的那顆 雷達的那顆晶片 那顆晶片 那顆晶片就是當那個 Pier死了 就可以拔下來 拔下來 但其實 我一開始在這個設定 我都覺得 你只是預計 每個人都是神手 你要殺七個人 你有八個炸彈 最起碼 你只會錯過一次 如果你真的用炸彈殺的話 不是 他是這樣 殺到對面的人 就用炸彈 但問題是 那個人剩下多少炸彈 他會互炸的 不是 這個規則就是 是不是先把炸彈殺 不一定 那就是問題 他也說炸彈是一個最有效的武器 不是 有些人拿刀 有些人拿刀 裡面不是很多人拿刀 你不用怕 總之 有些厲害的人 可以不用炸彈 兇手殺死 你一定會有 主角一開始被配的炸彈 就是一個定時式的炸彈 就是定時炸彈 數十秒 然後就爆炸 十秒就會爆炸的制式 八個都是 八個都是 因為每個人分配的八顆種類 都是一樣的 你要拿不同的種類 要不就 聯手 跟別人交換 聯手 跟別人交換 或者別人想要過定時式 可能別人有廢 炸彈有廢 換你更厲害 或者你殺死對手 搶了別人剩下的炸彈 其實這就是遊戲的重點 你這句說得對 是要殺死對手 搶別人的炸彈 後面會解釋 為什麼 不可以就這樣搶 因為我們看到八個炸彈 八個炸彈 日文的爆彈 八個 有一個好奇 他玩到第三個 我沒有認真數過 因為一開始會對付敵人 那個人起碼用了五顆炸彈 我沒有記錯 不斷扔的 不斷扔的 不斷扔 他好像沒有炸彈 他完全是沒有炸彈 他好像沒有炸彈 他有兩排的 他不止一排 所以他可以不斷扔的 主角作為一個職業級玩家 然後他第三個 他也是一個職業級玩家 大家都會明白到 炸彈的資源其實是有限 你不是通街撿到子彈 這裏不是BASTER 因為你不可能通街撿到子彈 他們用炸彈的方式是很奇怪 他們的炸彈是狐狗的 我覺得這套 我可能是 是一開始的 好像狐狗的 就算去到 剛剛第四集 對付那個 亦都是玩過這個遊戲的高手 那個年輕 他也是亂扔的 你說誰亂扔的 主角 不是那個年輕 那個年輕 那個年輕 那個年輕有兩排 很小的 你不要管你有多少批 你這個遊戲 我既然記得說 你這個遊戲 除了人的心理 可能有猜疑 還有猜疑 還有你怎樣去善用資源 因為始終就是 我 其實你很簡單想到一個問題 你作為一個問題 沒錯 如果根據信罪 我就這樣用炸彈 可以炸死七個人 但是 通常我覺得 一個正確的玩家 這種玩法是什麼呢 保存實力 全部不用 等我看到 你有七顆的時候 我炸 你有一顆的時候 我殺了你 我一夜未都搞定 好像有一集說 拿食物 補了一個炸彈機 炸了一條女兒 這就是 這個是另一件事 最省省的 這件事好像 你近期都有一個 一套電影 機外遊戲 那套劇 某程度上都有點類似 不過當然 裝備裡面 只是炸彈 還有沒有什麼特殊的人 每個人都可能說 可能有些人帶著一些 牛公馬大 他什麼職業的人都有 對 什麼職業的人都有 但不知如何篩選出來 其實這班人暫時都沒有說到 是很明顯的 我們只是因為 被人寫了一個名字 去某一個 怨恨日子 類似港站 還是什麼地方 之後就成為了 這個生存遊戲的參加者 這個遊戲裡面 就是剛才那些規矩 還有 因為那個島裡面 是沒有食物沒有水的 它會定期 有飛機 就會丟一些物資 空投物資 其實很簡單 大家都想到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在這套東西裡面 有一件事是表達得很不好的 就是 男主角 是一個世界級的玩家 但是他想的思維方式 他一點都不像一個 很新手的 一個正常遊戲玩家 想到的東西 他會想不到 正常的 但是你玩家 但現實中 你殺人 和玩家是不一樣的 他殺人是另一件事 但是老實說 我對他說 他不想殺人 因為他覺得 殺人是不對的 這個是社會道德 這個是社會道德 但是當去到有一個 就是他安全的時候 看到空投物資 他拿食物 他一開始 他已經經過之前的事件 一些事件 他已經知道 這個是一個遊戲 會死的 而如果這樣的話 在沒有危機的情況下 他都想不到 會有這些事發生的話 我覺得 這個作為 所謂世界級的遊戲玩家 有問題 還是他危機意識不夠 如果你說他作品而言 我可以用一個比喻 他在柯南裏面的 沉水的小五郎 即是甚麼呢 他有玩家的能力 即是操控性 他知道那些被彈位 是怎樣遷就的 但問題是 他還是很人速無害 整件事 一開始的話 他是要被不同的戰鬥當中 他才會回到他那些戰鬥的本能 但他還是很人速無害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遊戲做到的技能 現實中也不一定做得到 你浪費氣 這套東西裏面 無論是扔炸彈 還是被炸彈 就是要當成正常現實世界裏面 去扔炸彈 基本上你避不到 尤其是撞擊式那些 你根本上是不可能避 爆風都已經可以弄死你 男主角中了多少次爆風 起碼超過 我不知道 但他有沒有傷 他一點傷都沒有 他唯一撞傷的是甚麼 因為他不用砍傷 這些就是世界級的玩家 你錯了 這個叫主角威能 這個主角威能 基本上會一直延續下去 你知道嗎 我覺得就是 他在遊戲裏面 現在他表達的方式就是 炸彈 是要完全擊中 你那個人就會中招 等於馬上死 但被爆風爆中 是不會有事的 補充一點 即刻擊中是不會馬上死的 遲些大家會看到一些很荒謬的東西 可能是遊戲 即是弄遊戲那一包 炸彈設計的能力 特地不是馬上死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 所謂世界級玩家 他一句話 是說得超錯的 有沒有起難 有沒有起難 他講的話 因為製作 這個所謂的 叫做BOOT 他一直玩開那個遊戲 是由世界最頂尖的 遊戲設計師 所以有很多BOOT 然後他說 因為這班人製作 有BOOT 是沒有可能的 然後我聽到這句話 你當然想想 多少了 在這個世界裏面 越頂級的遊戲 告訴你 就是他的BOOT 其實是很多的 所以 由他這句話就知道 這個所謂的頂級玩家 他一點都不頂級 就是種東西 沒有什麼常識 這個人 你會想到 這個遊戲裏面 一開始你說 八個炸彈 搶七顆水晶 就是那些 那麼基本的情報 其實 如果你是一個玩家 的身份 去代入這個遊戲裏面 就是我不當你現在戰鬥 你應該是想得到這些 你不會想不到 我當你 人心那方面的東西不行 因為始終是對人的東西 這個遊戲是學習不到的東西 這個東西 你輸遍給別人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我不能夠 就是一個所謂的世界級玩家 在遊戲方面的 對策方面 是會輸給其他人 即是他要知道 他是很僅有的 怎樣用最少的資源 僅有的資源去贏 然後又不會死 他就沒有這種感覺 而我最不喜歡 其實你說已經是 我去到第四集 那時候 他講一個問題 男主角 當他碰到頭之後 突然說 我發夢的 其實 他在吹著他 我發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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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我打電話 所以對面的對手 其實我可以殺 其實我很接受不到這個 其實 然後他就 催眠到自己 然後就發揮他的遊戲潛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就好像剛才 友馬說過的問題 你打電話很厲害 你現實厲害 你就算催眠自己 我打電話 但你的身體能力 不會因為你催眠自己 而令自己厲害 他剛才催眠到自己 他簡直是一個神人 他簡直是一個 地道炸彈 避炸彈 那些 簡直是這麼瀟灑 其實這個蠟燈 其實這個蠟燈 是真的潛能不差的 最簡單的 用一個簡單的說法 大家看SAO 最近那幾集 CUNITOR回來之後 可以跟他妹妹劈劍 因為他的SAO 是跟人一樣的 但這遊戲 他是拿一個 XBOX 720 他還拿著兩支 Analog 他是沒有身體能力 而且他吐了兩年 分了肌肉退化 應該半殘廢 跑不動的 最有趣的是 人家扔一個 爆風式的炸彈 很厲害 最頂級的炸彈 那種是最頂級的炸彈 然後 他用動態的事力 加上動態的事力 我覺得你厲害 你可以 然後他可以 精準地用背包擋住 然後扔個炸彈上 我覺得 其實 你進入小孩就可以了 其實不用你進軍隊就可以了 我覺得 他那些大Lamage 他那些大Lamage 剩下電視機的幾千百萬 那些 我接受不到這件事 你不停強調他在一個遊戲 玩家 但他遊戲知識又沒有 但是 你說他遊戲玩家 他是一個家裡進 他的身體能力不高 但他出來的動作 告訴他 他一點都不簡單 不如說 他是一個軍武宅 或者對炸彈很有研究 射程多少 爆風多少 好像就好一點 是有這些人 但是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男的 我們完全沒有說過女主角 女主角 是屈的 女主角 其實我認識這套東西 其實 有些朋友跟我說 這套東西 那個女主角是經常被人摸衣服的 是呀 是經常摸衣服之後 當然是意圖強姦 但每次都是強姦不遂的 其實很多次被人強姦 都不是很多次 不知道 我聽我的朋友說 我沒有看過這套東西 那些粉絲經常翻體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 物以類罪 只是適有 只是放下戒心 你真的做到 其實這套東西 你當是人性 我解釋 他做了出來的 好像第二集還是第三集 肥宅 不是肥宅 他為何被人摸衣服 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以前在社會上 學生年代 他還是學生 有個前輩 叫他們去家裡玩 他又拖了他的女同學 幾個女生 去家裡玩 正常一追星 誰知道 人家的前輩 想著拖了一群朋友 一起去搞他們的女生 他又去 總之 做事 然後回來 發覺 他帶去的那群女同學 全都被人搞 不是輪了 漫畫真的在搞緊 那些 他動畫不做出來 就是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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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搞緊 不是在搞緊 漫畫是在搞緊的 全部都是 於是 他就即時穿草 他是唯一一個成功穿到草 於是 這個問題就是 帶他們上拆船 又是他 但沒事的又是他 於是 那群被人奸圓的同學 就會把他寫了他的名字 所以說這傢伙 應該 社會不需要的人 就是 被人奸圓 我覺得很合理 當時的情況下 當然是走 被人圍繞 你不走 又要融為 那叫做誤會 但因為他上了那個島 之後 當然 因為本身 在設定上 他也是一個美女 一個外國的美女 金髮巨魚 簡單來講 好像李子高中山 你漏了 這件事 是屬性問題 OK 好 然後 一開始 他就碰到 三個人 一個是熱血教師 一個是 不知道什麼 一個黑鬼 軍事評論員 沒有說一會 好像很有威脅性 很赤口 第三個就是 一個肥仔 然後 他一開始 那個問題就是 在現在這個生存遊戲裡面 他們所謂的人道 什麼那些 其實已經在這個 環境裡面 已經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第一個死的 就是因為老師 因為很多這些 滿口仁義道德 被這個 剛才說的 黑人 那位 大漢 殺了 一個長毛大漢 殺了他的方式 就不用炸彈器 用刀擠掉了 厲害 當然 你不知為何會有把刀 其實這件事 可能在地上撿到 可能在地上撿到 都是這樣 沒所謂 其實他戴著不可以的 有些 阿呂祖也會戴著把刀的 真的 那他被人搞完 當然是戴著防樂器 正常來說 你被軍隊拉進去之後 應該是脫掉你身上的裝備 換了炸彈 然後 然後 其實就說 因為 殺了老師 令到其實 這個所謂的小隊 其實 剛剛組成的小隊 牙仔 當然 那個人 隨時可以殺人 被你害怕 然後 肥仔想帶女主角走 還帶上所有東西 即是炸彈 食物 因為他們一開始早 就說 這樣太危險了 我們把所有東西 給上女主角 因為他罪人速無害 於是 肥仔和女主角走 就可以把所有東西 包括食物 炸彈 全部帶走 然後 其實 到了 中段 那個期間 肥仔 好像 已經是 精神 已經出現異常 我媽媽 都沒有打過 我會保護你 然後 就想 搞 有一個 非常灰獸 的肥豬 我會保護你 這件事 你看到 他已經是害怕到 精神異常 那些人 合觀狀況 他真是一個不是人 他真是一隻豬 然後 然後 就想上女主角 然後 不是想上 其實是在 手指 抹腳 那些 基本上 那裡是黑幕了 因為其實他在 摸著女主角的空氣 我覺得是 什麼摸 蛛 不知道 總之 然後 女主角 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 在混亂之中 然後 拿個炸彈出來 威脅他 肥仔當然害怕 苦不住 然後 女主角 這樣 殺了肥仔 對 於是 就可以奪得 這個 本身 他就有 三個人 的份量 四人份量 以及 本身 本身 很多個食物 對 然後 其實 他就 老實說 不要說 一個女生 一個男人 也好 我見到其他人 我都會有戒心 我怎麼知道你想做什麼 其實在那個期間 就是剛剛 巧遇男主角 應該是 他在洗澡 應該是 他在洗 一些血 男主角 洗澡 洗澡 不要理這些 總之 他見到男主角 我覺得 不關他 沖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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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沖浪 就要打 一沖浪 我穿衣服 不理你 男主角在沖浪 女主角在沖浪 當然是女主角在沖浪 鬼肉 鬼肉 然後他避開了男主角 然後男主角 遇到另一個參賽者 一個大叔 平叔 這個大叔 我不知道這個大叔 是不是真的 男主角 想到真是 這麼厲害 這麼有心計 他一開始就覺得這個大叔 很廢 他又是那些 我又不想死 但我又不想殺人 我們不如找另一個方法 離開這個島 然後男主角就說 這個人其實都不明白這個遊戲的心意 講到自己很明白 其實他都不是很明白的 我覺得是 最後出來的理由 我告訴他 其實你都不太知道這個遊戲是怎樣玩的 然後他突然之間 他就提出一個條件 跟你組隊都可以 但你要告訴我 你的炸彈是什麼種類 其實這件事 叫做什麼 他 不切底牌 要互相信任 就是要大家知道 大家的底牌 然後平叔就突然之間說 我都不太想讓你們看 其實大家應該也有些保留 其實就是說 怕你背叛我 我都有一張底牌 大家有個顧忌 這裡成為 這樣而成了一個互相關 然後男主角就突然說 這個人其實蠢不完 然後說 懂得想這些事情 那個人是不是真的有這樣想 我又真的不是很覺得 但是 至少你幻想中是這樣 你應該加一句 男主角有他沒有說 大型的世界真的好恐怖啊 男主角說 果然跟打機不同 人的心理官員 有些比較難唱 他就說 你這傢伙真是上腦 我覺得他不想給你炸彈 是因為 老實說 我剛剛認識你 我說和你組隊而已 萬一你一個屈沒受 你因為這樣而殺了我 那怎麼辦 那就是了 我那些兄弟我經常亂射到人 而且他還要見到什麼 主角是有兩排炸彈 平叔講我比喻的 這個是核彈級的秘密來的 不是 這件事就是 衍生出來的意義就是什麼 就是你殺個人 那你殺得一個 你現在說 我誤殺的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誤殺 大哥 我蓄意地誤殺 OK 如果這樣的話 那個大叔 作為一個正常人 你也好 他弱勢 雖然弱勢 他都放過他一次 但是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其實我始終不認識你很久 然後他說 我為什麼會找他組隊的原因 就是說 主角究竟失憶前 在飛機上做過什麼 那由他去 補完主角的某些記憶 然後跟著就說 我覺得這個人其實都應該可信 但是可信萬可信 始終你在這個極限生存遊戲裡面 不多不少 都要找回一些自保的手段 那當然 可能一個很單純的理由 就是被主角說 這個肥仔可能是白旗來的 這麼輕鬆的 正常的想法 不簡單 這個人 我突然想笑 有一個common sense 正常來說 沒有防範的 你看到他兩排炸彈 你有兩排炸彈 我管你怎麼拿回來 我正常要有些防範 劇情是合理 但是配上主角的想法 你覺得 這傢伙真是傻 他想多了 最主要是 防範之心不可無 男主要這麼想 都很正常的 你猜我猜 你猜我猜 總之 然後再猜 我有些覺得 他是不是會 有些重點角色 他會逐個逐個說 他現在出的角色 例如有另一位長髮 穿著背心的女生 或者一個眼鏡君的瘦面佬 那些應該是漫畫比較後期才出的 還有大家看第一集 那三個大叔和女主角的位置 其實應該是第四還是第五本 單行本之後的一些補完位 但是他 他順序 他順序說出來 是接近順序的 除了那個位置 扔全了之外 但是你說那個 剛才我們一開始提過 主角第四就對戰那個小孩子 其實他說的是 又是說很老近 青年法會保護那個小孩子 小孩子殺人 又會 那些什麼殺人 那些人是奸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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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完全忘記了這回事 很威風的 三件都屍的 然後他跟 那個爸爸和那個律師 因為可能 被那群受害者的人 應該寫了命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他就扔了上個島上 然後 然後 那個小孩子 其實就受他爸爸 就長期壓迫 不是壓迫 是嗎 是暴力 是暴力 然後他終於在島上忍不住 然後就殺了他爸爸 然後 然後就突然間 突然間殺了人 然後突然間 思想三圍跳躍 就說 其實這個世界是越來越強食的 然後 然後就 做些回頭 我有炸彈 我超強 做些回頭一問 律師 你要保護我 那個律師 二圖八圍 然後 那個律師 當然是走了 他有很多知識 他要別人拿 然後 然後 那個殺人之後 覺得自己 哇 我殺人之後 我實力三級跳 然後 看到男主角 突然挑起這個戰爭 就說 走什麼啊 你 應該跟我一起 那場戰爭 就是 那場戰爭 就是 完全不像一班 職業級玩家 第一 那個是小孩子 第二 就是 他說三星級玩家 他是三星級玩家 誰知道三星級玩家 三星級玩家 他剛剛衝分頭 覺得 我終於來一個這麼變態的社會 我開了一個楊玉神 我是強者諾阿士 於是見到人就殺了 那些 演階段就做到這一集 但是 看下去 其實 我剛才說的問題 遊戲元素 他佈在這裏 就是一個大屠殺式的規矩 背景 有一個規則 有一個生存遊戲 這樣的規則 但是 應用方面 暫時我覺得 男主角 既然佈了這種數值給他 但是 那個數值 他完全應用不到 完全發揮不到出來 裡面當然 你會看到 好像還有很多角色 當然 不知道最後的入戲是怎樣 這個 到完結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但是 我覺得他拿拿鏈的 所謂的 心理描寫位 或者 對 partner那種 的猜疑 做得不太好 很低B 尤其是 很簡單 就是 男主角的第三特斯圍說 這個大叔是不是百奇來的 這麼厲害 那些景點 我下不了 第四集 叫他做一個最有利的東西 就是 你去拔那個死了的人 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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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去對付的人 所以 他就說 你既然覺得這個人是百奇 你應該叫他對付他 不是 那個大叔是假裝 假批 他不是說要蠻結晶的 他是假批 他說 快點躲在這裡 這樣說 這樣說 百奇也不說 是啊 都好 他沒有殺人 都叫正常 我不太喜歡 就是 到第四集 你也有個覺悟 就是 好像那個小孩 早點覺醒 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第四集 他那四本單堂本 都沒有覺悟 不好意思 這個劇透 我守壞 這個不是劇透 他去到第七、第八 我會看到 好像真熱 不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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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以暴走 他叫人家 不要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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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著腳踏 追著他 不要逃避 站住一隻 跟我打過 不要逃避 好前世 如果真的這樣做 我又不買 這是鬼畜 那是鬼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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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樣說的話 應該是相反的 那其實你也說的是什麼呢 也是很典型的生存 裡面 在一個社會的道德觀念 完全適用的時候 法外社會 究竟人類 是否還要保持人類應有的理性 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有這麼尋義 你不要這麼尋義過高 用什麼中國的東西來帶你 他沒有那麼高層 這個東西很頂上 這個東西很頂上 這類型應該是探討這類型的 探討是人性的 探討是人性的 探討是肉體的 可能會 第二集就知道了 探討肉體是一定的 探討他們的奧夫奧夫進化史 男女主角 和他們的主角無敵論如何實踐 這個就是這個故事的大概 我這樣聽完你說 就算不劇透 我也不想看下去 那不是的 他在中間都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 我不想看一些定真知識的 不可以逃避 然後一個炸彈炸死人 難聽說一句 他兩人好像沒有受傷過 因為今集 第一場到現在 南俊好像用了六顆或七顆炸彈 這麼快? 是啊 但他有沒有補充他 補充過一段時間 就是他第一個 狂病的人 他說不殺 他自己說我不想的 他不是誤殺 他是不想你逼我的 所以其實他也是有殺人的 但是那一刻叫他自己逃避了 不是我想他自己衝過來 那什麼事 補充了那些炸彈 是不是都是那類型的 不知道的 是你一隻的 撞擊式來的 但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要看到就是 他用剛才這樣說的 總括就是說 這套東西 他拿了很多其實 可以很戰律式 或者很黑暗 可以運用到的元素 但是他完全沒有用到 還有就是我最不喜歡 就是他所謂的爆炸的處理 就是他真的就這樣爆完就算 那你想怎樣 不是可能軍方特別研製的 爆炸力特別弱的炸彈 他那些真的 火力是你很奇怪的 啊 最弱的火力都沒有出來 炸彈 為什麼那些人說 發生力攻擊 避不了 就是因為 沒有可能完全去避開炸彈 有一種死肥宅 那隻 扔過去的噴火煙模式 只有那隻是大範圍而已 沒有的了 因為炸彈 你炸到 例如你炸爛地下 那些碎片都會 激飛了出來 而令到你產生傷害 這就是炸彈的真正定義 但問題是 炸了很多次蠟燭是無線無難的 什麼啊 那些是兩隻手蠟燭 接炸彈 那些人 神經病 總之這套東西 大家就說 如果想看我所說的元素 根據我們剛才討論 一些基本的遊戲 這個故事裏面的速度 就一定看不到 看不到女生 就適合轉變 但看女生的話 也看得到 不要緊 但要看2ray 好啦 那我們去下一部吧 好嗎